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凌晨西甲升一輪率先開打一場 艾拉維斯作客挑戰西維爾 西維爾今季至今表現令人失望 他們積分比艾拉維斯還要少一分 好在後者今季不擅長作客 今次主場作戰,西維爾取得積分並不辣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作為西甲敬女 所以西維爾今季表現令人大跌眼鏡 歐盾聯小組賽只得兩和四負 僅積兩分戰底小組出局 而在聯賽上半程結束 西維爾積16分排在下游位置 只比降班區域高出1分 他們需要為補組而努力 雖然西維爾今季困牆能入1.21球 但只有5場聯賽入球超過1球 進攻未有保障 加上尤蘇科、印尼斯里和艾力拉、美娜等 主要攻擊手金匠恩雙缺陣 西維爾想要攻破對手大門並不容易 不過上將西班牙杯面對弱女費露爾 西維爾已被一戰勝對手回到正軌 試是得到提升 另外西維爾最近兩次聯賽主場對陣艾拉維斯 取得一勝一和的不敗戰績 就算後者近期狀態不斷回暖 西維爾今季至少都能力保主場不失 陣容方面還有利蘭特和捷西斯拿華斯等人因傷缺陣 艾拉維斯上季在西月通過富家賽才得以升班 今季作為升班馬來到西甲 球隊首要目標就是要補組 十九輪踢完 目前錄得4勝5和10負即17分 他們仍需搶下更多職分去到一個較為安全的位置 同主對西維爾一樣的是 艾拉維斯之前聯賽表現不佳 上將同樣通過西班牙般反彈 不過對客軍有利的是 這麼貴手循環對陣西維爾 艾拉維斯取得最終的勝利 當時路爾斯、列奧查、奴賓、杜亞迪和傑基加西亞都有見功 他們今將表現依然值得期待 有所隱憂的是 艾拉維斯今季作客還未開債 十場作客錄得4和6虎 期間攻守失衡 今次出政 他們首要任務還是全身而退 陣容方面 後衛艾比加和阿力山大斯迪娜等人因相備戰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